Ultraman Baelian Chimila Velos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最新的 贝利亚融合兽 奇美拉地狱拳 它是由这两个怪兽胶囊融合而成的 那右边的这个是五地兽 左边这个是左哥的第二形态 这只贝利亚融合兽叫Chimila Velos 那叫奇美拉贝罗斯 又叫做奇美拉地狱拳 它的必杀祭司从口中放出 这日的火焰又叫做贝罗斯地狱 这个图片上的怪兽就是奇美拉贝罗斯 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这只软胶怪兽 它有两只强壮的脚 然后脚上面有发光的鳞片 分别是紫色和蓝色 那紫色代表的是五地兽的光 然后蓝色代表的是左哥的光 然后它的脚上有这些红色的尖刺 是用来防御的 那这些红色的尖刺 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骷髅哥莫拉身上也有很多 大腿的内侧长得很像是杰盾 然后脚的背后有很多鳞片 这只怪兽的上半身是贝利亚的形状 它的头和贝利亚长得很像 然后胸前是紫色的彩色计时器 还有这些红色的火焰形状 然后这只怪兽的手可以转动 它的爪子和贝利亚长得很像 是尖尖的爪子 看起来好像是贝利亚的上半身 融合到了这只怪兽里面 这只怪兽还有两个大大的翅膀 这两个翅膀并不可以转动 但是很坚固 这两个翅膀完全是红色的 好像是凯撒贝利亚的披风 这只怪兽可以飞起来 它的可动部位是手的部分 还有脚的部分可以转动 尾巴和翅膀是不可以动的 然后背上这里也有很多红色的尖刺 这些尖刺是可以用来防御的 这些尖刺看起来非常的大 那这只怪兽看起来非常的可怕 它走路的时候就像这样子 然后它的尾巴可以用来攻击奥特曼 它的手部有很多尖爪 也可以用来攻击奥特曼 然后它有两只强壮的脚步 也可以用来攻击奥特曼 而且它还有翅膀 这只怪兽还可以飞呢 这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两只贝利亚融合兽 分别是骷髅哥莫拉 还有闪电杀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只怪兽里面最高的是骷髅哥莫拉 最矮的是奇美拉地狱犬 骷髅哥莫拉最明显的特征 是它头上的两个大大的尖角 这两只尖角可以发动必杀剂 它的身上也有很多这些红色的尖刺 用来防御 还要攻击对方 然后闪电杀手最大的特征 是它左边的这个巨大的爪子 那这个爪子可以发出闪电的必杀剂 这三只怪兽 尾巴最长的是我们的骷髅哥莫拉 然后尾巴第二长的是奇美拉贝洛斯 最后是闪电杀手 这是第三只登场的贝利亚融合兽 佩丹明姆杰盾 这是唯一一只站起来的怪兽 这只怪兽是由金谷乔和杰盾融合变成的 那它是一只非常强大的怪兽 那这样子 我们的四只贝利亚融合兽就极其了 那你们最喜欢这四只贝利亚融合兽的哪一只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只 奇美拉地狱犬 因为它非常的厉害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只呢 记得给我留言哦 这是用来融合奇美拉贝洛斯的怪兽胶囊 然后这是用来融合库罗哥莫拉的怪兽胶囊 这是用来融合闪电杀手的怪兽胶囊 暗示杀手和爱雷王 最后是用来融合佩丹明姆杰盾的怪兽胶囊 那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召唤贝利亚融合兽 奇美拉贝洛斯吧 Fusion Rise Five King Zog第2形态 Zog第2形态 Zog第2形态